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,55个国家和地区对日本食品采取了进口管制。 经过日本对食品安全的严格把关,如今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取消或放宽了管制措施。 日本产食品的放射性物质检测标准极其严格。 一般,食品中放射性色的标准不得高于每公斤100贝克勒尔。 与美国和欧盟各国制定的安全值相比,这一标准相当严格。 尽管如此,检测超标率依然非常低。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大约10年的监测结果进行评估后认为, 日本食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健康风险非常低。 2021年9月,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彻底取消了进口管制。 加州的一家日本餐厅供应福岛现产的牛肉。 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全面取消针对日本产食品的进口管制。 最近,包括台湾和欧盟,又有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也放宽了管制。 为了让全球的人都能享受到美味的日本产食品, 日本将继续努力确保食品安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